Y销现主珍珠配上茶品 手摇引一杯又一杯疯狂卖 外食餐饮市场快速回温 六角集团举办尾牙销来好消息 前三季EPS达到4.47元 等于赚了去年一整年 于是发下大红包 宣布全公司平均年终奖金2.2个月 表现好的同仁最高能零6个月 甚至2023年起还要全面调薪 调幅上看20% 6个月蛮夸张的 我觉得他们有点领太多钱 在他的总收里面 其实是占一个很大的比例 那我会觉得这个是蛮吸引人的 希望这个公司 很多企业组可以参考一下 这波疫情常态化 连锁餐饮集团动能转强 乐多多集团也表示 明年政治人员起薪上调至3.32万 调幅10.7% 若加上奖金 调幅上看18% 网民集团则宣布 年终加特别奖金达1.5个月 另外逐渐餐饮则发放1.2个月 根据求职王统计 80%的企业今年会发年终奖金 而今年平均落在1.23个月 相较于去年的1.17个月 微增了0.06个月 等于多了1.8天 创下三年新高 整体来看还是以这个 所谓的金融业 科技业以及运输业的 平均年终奖金的这个基数 会是比较高一些的 现在这年底大红包 核实到手 上班族 引颈期盼 欢迎新闻张怀轩 高龄警采访报道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环宇全世界 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 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